周末假日除了可以到港溢来看妈祖公仔 还可以到金明一街商圈走走 这里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商圈 不过近几年却因为逐渐没落 为了胡话旧商圈 市府就结合了半特性文创 规划出了一个全新形态的亲子空间 玩具岛 以亲子共玩共享的精神 让家长可以带年小朋友在这里一起玩乐 小朋友开心的玩着沙子 沉浸在自己的梦想王国 为了活化金明商圈 市府和范特喜文创合作 以亲子共玩共享为主题 花费两年 绘画出一个全新形态的亲子空间玩具岛 除了剧场表演 还有各种互动游戏 要让爸妈带小朋友来一起寻宝 有越来越多次的产业 都陆续的进驻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找到比较特定的这些族群 然后把他们找过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次这个玩具岛的计划是很棒的一个计划 那因为它可以吸引这个亲子的这个特殊的消费族群 重新再来认识我们的大龙跟精明商圈 你当市长以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有小朋友担任发言人和市长进行问答 占定一千多坪的玩具岛 里面就像一座童话城 小朋友在爸妈的陪伴之下 尽情的玩乐 而开幕这天 市长林佳龙也化身成玩具岛的国王和孩子一同玩乐 事实上很多的戏剧或里面的角色 是必须让孩子们 他可以融入那个剧情里面 所以整个这一个玩具岛结合精明商圈的一个设计 我们希望能够带来人潮也可以繁荣商圈 然后也让亲史有更多同乐的空间 师傅表示玩具岛的成立除了提供亲子家庭一个全新的好去处之外 也希望让沉寂已久的精明商圈能够再度活络 让这里变成全台第一个亲子聚落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